曝光 李肖鹏手拿草稿曝光 因大家哄笑的发言稿 原来这么简单 潦草中超最佳教练 不出意外 最终落在山东路能主教练李肖鹏的身上 李肖鹏作为主教练登台演讲 除了保持一贯的谦逊性格 这次还有一举动影所有人哄堂大笑 在还没公布最佳教练之前 作为候选人一般 都会提前准备演讲词 不过大部分都是背下来或者提前想好 很少有人拿着草稿纸上去念的 而李肖鹏却给大家开起了玩笑 在发表感言的时候 他从口袋里拿出提前准备好的演讲稿 这一举动 让场下所有人都笑了 而他又表示要用山东方言鲁语来念 再次引起大家的笑声 演讲内容也非常简单 就是谦逊的 把所有人都感谢了一遍 不亏曾经最受欢迎的球员 而他手里的草稿到底什么样呢 颁奖之后就有人在曝光了李肖鹏的发言稿 原来草稿内容非常简单 就是要感谢的名单 看来李肖鹏是临时准备的 仔细一看就是仓促完成的 而且感谢的人还挺多就写下来了 的确显示了李肖鹏的高情商 搞笑的同时也圈粉不少 的确显示了李肖鹏的高情商 锁关系人们那么简单 之前 的确显示了李肖鹏的重点结架 克风曲鱼